根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消息,旅居韩国的雌性大熊猫华尼在韩国是昵称为爱宝,7月7号是产下了一对雌性幼崽,而这是今年在海外出生的首队大熊猫幼崽,也是在韩国诞生的首队大熊猫双胞胎。 韩国7月7号的凌晨4点52分和6点39分,华尼是成功诞下了一对雙胞胎幼崽,老大体重180克,老二则是140克。 目前,华尼及幼崽情况都是稳定,而6月华尼出现了认诚反应,中方随即就派出专家前往到韩国保障华尼顺利生产。 此后,中韩双方专家团队也将会密切合作,根据母幼时计的情况,实时的调整产后饲养管理方案,持续的监测幼崽的生长发育情形,做好人工育幼,为这对熊猫宝宝的健康成长提供最好的保障。